觉醒之后,阿迪亚相提。 第八章,觉醒在能量层面上的表现。 当我们处在高度觉察的状态中时,身心的各种障碍,内在的堤坝就被打开了。 而当它们打开时,身心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觉醒会让一个人产生许多不同的转变。 没错,觉醒就是从人格身份中醒过来,但它同时也会对这个人本身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它在许多层面上发生转变。 为了让你们具体了解我所探讨的内容,我一直在讲述我的个人经历,我在25岁那一年的觉醒经验以及后来的一些挣扎。 我想接着往下讲,大约在32岁那一年,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我经历了另一次深刻的觉醒。 从本质上而言,它与我在25岁时经历的那次觉醒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要清晰很多。 我想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在25岁时经历的那次觉醒有点模糊,它就像是一个人在雾天里来到阳光底下。 尽管我的视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还没有完全清晰。 发生在32岁那年的觉醒则异常清晰。 它是一个不可撤回,不可逆转的事件,一个不可逆转的洞见。 我看到我既是万事万物,又什么都不是,同时又超越万事万物,和什么都不是。 这与我在25岁时看到的真相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看到我的本质是难以言表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在一直不断地穿越,穿越,穿越,直抵达存在的根本。 现在,我并不想详细谈论那次觉醒经验。 我唯一要说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忘记过我觉悟到的真相,意识的光圈再也没有关上过。 与此同时,在我身体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这是我现在想要探讨的。 这些身体或能量现象往往是觉醒经验的一部分。 有些人在觉醒之前就会经历我将要在这里探讨的一些现象,而其他人则是在觉醒之后才经历到它们。 因此,无论一个人有没有觉醒,我将要谈论的内容都是普遍适用的。 当我们已经认识到存在的真实本性时,当存在本身已经觉醒到自己时,这种觉悟几乎总是会带来能量层面的转变。 能量层面的转变是指我们身心系统的运作方式会发生深层的调整。 在心智层面上,头脑会重新布现,在情绪层面上,我们感受和觉知的方式会重新布现。 我们身体的整个能量系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流动与运作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深度觉悟所带来的最常见的一个能量转变现象是,大量的能量涌入我们的身心系统。 并不是我们的身心系统正在从外界获得能量注入。 相反,当我们处在高度觉察的状态中时,身心的各种障碍,内在的堤坝就被打开了。 而当它们打开时,身心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事实上,每当自我结构瓦解时,身心就会释放出全新的能量。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只有在事后才明白梦境状态本身消耗了巨大的能量。 只有在梦境状态瓦解之后,我们才看到维持我们大多数人朝夕相处,习以为常的分裂感知需要消耗多大的能量。 当我们处在梦境状态中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裂之梦上耗费了多少能量。 你或许会有某些痛苦绝望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中,你能感觉到分裂感知是如何耗尽你的能量的。 但是,只有当意识自发地脱离了梦境状态时,身心才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主要是因为诸多内在的障碍不复存在了。 我并不想让你觉得你将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以及特定的强度体验到这股能量。 在有些人身上,这种能量运动会非常明显,而其他人身上,它则非常隐蔽,就像是雷达银瓶上的一个小光点。 当这股能量开始在我们的身心中复苏时,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失眠。 我们的身心系统往往还无法适应从我们身上流过的巨大能量。 在觉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你很可能会发现你的身体系统开始加速运转。 我们的内在机制、头脑、身体以及灵体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们正在经验的全新的能量水平。 这个调整过程很少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觉醒之后,大多数人发现他们的身心系统正在加速运转、加班加点,以整合和适应伴随着梦境状态的瓦解而涌入身心中的全新的能量。 人们常常会来见我,说, 阿迪亚,我整整六个月都没睡过好觉了,或者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都没超过三四个小时。 这不一定意味着你出了什么问题。 头脑总是喜欢评论正在发生的状况,告诉自己,我睡眠不够,我无法应付这种状况,一定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了。 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一切都没有问题。 身体的整个能量系统正在重新整合,它正在进入一种不同的和谐状态中。 这个过程或许要花上一点时间。 在这个粗糙的身体的能量层面上,我曾见过人们除了失眠之外,还会经验到其他各式各样的状况。 有时候人们会经验到心计,其他人则会经验到身体的不自觉运动,也就是身体的某些区域会不自觉地释放能量,腿会突然抽动,或者手臂会毫无预兆地举起来。 整个身心系统正在被一股头脑无法理解的力量所推动。 除了身体层面之外,能量转变的现象也往往会发生在更精微的层面上,头脑的层面上。 在我32岁时第二次觉醒之后的好几年里,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就像是一台旧式的电话交换机,操作人员不得不把电话接头从一个插孔上拔下来,再连到另一个插孔上。 我感觉自己头脑里的线路正在被拆除,然后又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布置。 我不能说我知道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么状况,或者对它有任何了解,我只是感觉自己的头脑正在被重新布线。 我能感觉到我的头脑以及头脑的运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变。 这个能量转变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几乎就像有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藏在我的大脑细胞里,并改变了它们的方向与结构。 几年以后,我注意到我的头脑变得更加清晰和单纯。 我的头脑变成了一个更精微,更强大的工具,我能够非常精确地运用它,就像激光一样。 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我不会说我的头脑在这个水平上运作,因此是某种转变使我获得了全新的清晰与专注的感觉。 我的头脑也安静了许多,我曾练习过多年的静坐,努力让自己的头脑静下来,但是现在的安静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并没有努力让它静下来,当头脑的结构被重新调整之后,它变得更加安静了。 现在,出现在我头脑中更多的是有用的想法,也就是那些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们人类大概只有10%的时间用在思考那些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上。 而在其余90%的时间里,我们只是现在想象,白日梦,以及各种各样虚无缥缈的内在故事与戏剧中。 觉醒之后,我注意到我头脑中属于前者的想法越来越多,而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各种幻想与故事则变得越来越少。 这种头脑的转变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逐渐发生的, 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转变过程。 当我们的意识不再沉溺在头脑中时,头脑就会变得放松、柔弱、敞开。 这种转变甚至可能会对一个人的记忆造成严重的破坏。 我有许多学生都出现过记忆方面的问题,有些人甚至被检查出患有老年痴呆症。 他们事实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们的头脑在经历一个转变过程。 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为了与你所看到的真理协调一致,头脑的结构需要重新进行调整。 我听过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埃克哈特托利的一段录音, 他说在觉醒之后的整整两年里,他一直无法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头脑。 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工作恰好要求他使用头脑,因此对他来说是那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终,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无需干预或改善这种头脑层面的重新整合,就能放松下来。 最重要的是要放松自己,让这个重新整合的过程自然发生。 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非常令人困惑,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头脑中的想法的话,一切事实上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头脑在那里告诉你,正在发生的状况是困难的,或者你无法应付它。 很多时候,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六个月没有睡好过觉了,而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此很焦虑,我会问他们,你真的需要更多的睡眠吗? 你真的知道你需要睡更长的时间吗? 还是你整个晚上都坐在床上,不断告诉自己第二天你会有多累? 对,当我们放下我应该得到更多的睡眠这个想法时,当我们认识到它只是一个想法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 当我们放下头脑对正在发生的状况的判断时,你的身心系统就会进入更深的放松状态。 这种放松状态本身有助于身体的转变,更快地发生。 这种能量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思考方式上,也发生在我们的感受方式上,也就是我们的感官如何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接触。 觉醒之后,人们往往会发现他们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 比如,我们经常会注意到自己的视野变宽了,我们或许开始感觉到以前感觉不到的事物。 我们或许能够感觉到别人正在感受的情绪,或者我们发现自己对环境与其他人的能量场变得敏感了。 我们或许第一次开始感觉到动物、树木、植物、房子或某个房间的能量场。 当这种能量开启时,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在敞开。 有时候,这种状况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有些人跑来跟我说,我能感受到每个人正在感受的一切。 我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听起来或许很神秘,很不错,但是请想一想这个事实,大多数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冲突。 谁想四处走动着去感受每个人的冲突能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高度的敏感会给一些人带来困扰。 再一次的,造成我有问题这种感觉的通常是一些无意识的想法。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不需要去感受别人的所有感受。 别人的感受是别人自己的事,你或许能接触到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去体验它。 有时候,一个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迷恋自己的移情能力,这种心态本身就会造成问题。 你内在有一部分,或许会发现感受别人心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另一部分或许又喜欢这种感觉。 这就像是偷听别人的能量状态。 如果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么它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相反,如果我们对它不那么感兴趣,我们既不推开它,但也不刻意追求它,那么我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该放的地方。 有时候,感受别人的感受是恰当的,尤其是当你正在跟它们交流或处在一段关系中时,它能帮助你在动态层面上理解它们。 但是,你开始认识到,当你跟它们没什么关系时,并没有必要四处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你认识到,它们的事情是它们的事,不是你的。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冷漠无情。 这是一种让我们自己适应新发现的心灵敏感度的方法,这样我们就不会过度介入到别人的事情中去。 另外,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有些人会在根本没有觉醒的情况下就经验到这类移情能力,而其他人早在觉醒之前就有这类经验。 这类经验并不是觉醒的标志,但它们是很常见的副产品。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看破任何源自于这种特殊经验的自我感,看破任何试图从某个经验中获得乐趣或力量的自我感。 一个已经觉醒的人会发展出许多能力,一个已经觉醒的人或许会获得治愈他人的能力。 别人只要待在那个人旁边,就会获得治愈。 当然,治愈能力是一份美妙的礼物。 但是如果自我结构围绕着治愈者这一身份重新构建自己的话,这本身就会产生困难。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应该迷恋这种全新的能量水平。 如果我们真的迷恋觉醒所来的种种能力的话,这些能力有时候又被称为神通,它们就会变成另一个灵性陷阱。 实际上,如果你身上真的出现这些能力的话,它们正是觉醒带给你的礼物。 它们不是用来让我们抓取以及围绕它们重新构建我们的自我感的。 事实上,许多灵修的传统内容警告学生们不要紧抓着这些能力不放,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提升它们。 尽管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故事告诫我们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逃避觉醒所带来的这些特殊礼物。 正确的观念是,只是让它们成为本来的样子,把它们视为觉醒过程的自然组成部分。 觉察,允许,敞开,放松。 如果你觉得不堪重负的话,可以采用一些特定的方法来稳定这股能量。 在我身上,这个能量整合的过程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才最终平息下来。 我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穆克蒂是一位针灸师,她能用针灸的方法让我身上的能量稳定下来。 我经常向人们建议,如果他们身心系统中的能量流动过于猛烈的话, 有时候像针灸或针压这样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把能量稳定下来。 有时候,赤脚在地上走路也有助于稳定流经你身心系统的能量。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我并不建议你试图去控制这股能量。 我曾见过许多人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麻烦。 如果你想要做任何事情来推动这个转变过程, 那么请确保你只是在让这股能量稳定下来。 有时候,当这股高强度的能量四处流动时, 会碰上我们身体系统里的各种阻塞。 这些阻塞或许会表现为身体中各种形式的压迫感。 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心脏或肠道的紧缩, 或者有时候他们会体验到头顶或眉骨处有一种压迫感。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重要的是只要觉察它正在发生并保持放松的心态。 你不需要努力去消除能量流动的障碍。 只要假以时日,这些阻塞会自动打开的。 如果你想要专门处理这些阻塞的话, 我建议你安静地坐下来,把注意力放在它们上面。 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去感受阻塞, 看它想要告诉你什么讯息。 不要试图引导它或推动它, 而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聆听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 实际上,最有帮助的事情是, 不要让思维过程介入正在发生的状况。 当你经验到觉醒时, 将会发生许多出乎你意料的事情。 这些事情或许并不符合你一直以来所熟知的经验。 你只需要知道身体、头脑以及感官层面上的这些活动与转变, 是觉醒过程中自然和正常的组成部分就可以了。 明白能量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是灵性演变的自然组成部分, 是很有用的一件事情。 两者几乎总是相伴相生。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 有些人会很明显, 很深入地经验这些能量演变, 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很恐慌。 其他人则会发现他们是如此温和, 以至于几乎觉察不到。 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如果你理解这个过程, 事情的进展就会顺利许多, 那主要是因为你不再担心这些现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